2016年吉隆坡市拼赛男团决赛 中国对阵小日子不错队 赛前他们的预告片是这样的 看完这个预告片 让我一度担心马龙许欣张继科会打得很艰难 小日子不错队会不会一步小心赢了呢 看完比赛我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么幼稚 因为梦想和异想天开还是有区别的 赛前有多少希望 赛后就有多么灰溜溜 第一场水谷损对阵许欣 一开场大忙就是3比0的下马威 然而这个小日子不错队的希望怎么会轻易破灭呢 一记直线打穿许欣正手将比分追平 徐欣闪转腾挪连续得分 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接下来就是两人引爆全场的26版队了 迟钥子 说是对拉有点不准确 应该是许鑫26万爆口 11比6许鑫先下一场 第二局许鑫又是2比0免贤 场边服务爱加油呐喊 简单的胡圈球失误 许鑫自己忍不住乐了 徐欣的正手左右开攻 水谷所难以招架只能摇头叹息 场边的队友表情是这样的 两人一人一个发球失误 谁都不想占便宜 石谷损将比分追成8平 他似乎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然而许鑫只用一个球就将他拉回现实 攻击失误 止めてきた拠金 そして打つ上手い 水谷よく拾っている 白毛白毛 高いボル高いボル カンタで行く 今度は緑に来た拠金 フォアサイド 11比8 徐欣连得三分拿下第二局 十股损6比5领先一分 徐欣蟒蛇出击 一连五分拿到赛点 徐欣三比零横扫小日子不错队的最强力量 他们夺冠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希望他们不要气馁 在阶载里永远保持希望